人的心是天堂和地狱的制造者 有时候我们想得通了 我们就在天堂 如果我们想不通了 我们就在地狱 要学会自救 学博开悟 才能逃出人间心灵的地狱呀 有一天 有一个著名的心理学家 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接待了一个走投无路 风尘仆仆的流浪者 这个流浪者一进门就说 我来到这里 想见见这本书的作者 接着他从口袋里 拿出了一本 名为自信性的书 那是这个心理学家 许多年前写的 心理学家 请流浪者坐下 流浪者激动地说 一定是命运之神 在昨天下午 把这本书 居然放在了我的口袋当中 因为我当时决定 跳到密西根河 了缺此禅身 我已经看破一切 我已经对一切都绝望 所有的人 包括上帝在内 我都觉得已经抛弃了我 但还好 我看到了这本书 给我带来了勇气和希望 现在我想见见你 看你能不能帮我做些什么 这个心理学家 这个心理学家从头到脚 打亮了这个流浪汉 发现他沮丧的眼神 十来一天没有刮胡子 以及紧张的神态 这些都显示他已经无可救药 心理学家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介绍你去见见 在我们大楼里的一个人 这个人可以帮助你 东山再起 重新迎回原本属于你自己的一切 流浪汉 流浪汉 刷的一下 跳起来 抓住这位心理学家的手 说看在老天爷的份上 请你带我去见见这个人吧 看他拥有了生存的希望 这位心理学家就带他 走到了一个窗帘部的前面 在窗户前面 他把窗帘部拉开 里面挂着一个高大的镜子 流浪汉可以从镜子里 看到自己的全身 心理学家指着这个镜子 跟他讲 就是这个人 在这个世界上 只有一个人 能够使你东山再起 那就是你 除非你彻底地认识他 如果你还没有认识他 你会跳河 如果你认识了自己 你会有希望活着 因为在对你这个人 做充分的认识之前 对于你自己或者这个世界来说 很多人将是一个 没有任何价值的废物 所以要懂得怎么样来换取自己 内心的信心和自己的激情和希望 这个流浪汉朝着镜子走了几步 用手摸摸自己 常常常的胡须 对着镜子里的人 常常的打探 想起了曾经 想起了对不起所有的人 他低下头 开始哭起来了 几天后 这个心理学家在马路上碰到了这个人 而他不再是一个流浪汉的形象 他西装革履 步伐轻快有力 头抬得高高的 原来那种摔老不安 紧张全部消失了 因为他知道只有自己摔倒了 爬起来 那才不叫摔倒 如果一个人摔倒了 爬不起来 那他就叫永远的摔倒爬不起来 所以他感谢心理学家 让他找回了自己 而且很快地找到了工作 这个人果然后来成为了 芝加哥的一个富翁 所以能救我们的人 就是你们自己 能救自己的人 也是你们自己 啊